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桌球世界巡迷赛瑞典公开赛的第三场决赛 这场决赛的项目是女子单打 那当然同样是一场中国内战的对战组合 将会是刘诗文和朱雨林 这两位选手在稍早的女双的冠军战 是攜手夺下了最后的冠军 那马上休息一下之后变成隔往而立的对手 要来进行这场女子单打冠军的争夺 对当然两位呢都是持横式握拍 那双边进攻的一个攻击型的选手 那以这个穿红色上衣的是朱雨林 也是可以说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选手 面对的刘诗文 那这两个打法上以朱雨林来讲 在画面看到的是刘诗文 那以刘诗文的这种打法是快节奏的打法 尤其他左右的进攻能力都非常的强劲 那以朱雨林来讲 主要还是会以他的反手位的一个发力 来压制刘诗文 但是以这个刘诗文来讲 我想他很有经验 除了反手对抗之外呢 他的侧身这一板 也是他主要的要拿分的一个武器 刘诗文和朱雨林在2014年的人传亚运会 打到最后的一个冠军战 当时刘诗文获胜 而且比赛的一个比数是直落四 所以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后的再度碰头 可以来观察一下 今天能够打出什么样子比较激烈的赛况 好球 可以抽 朱雨林反手的这种拉球的质量 比他的正手来的比较有一些杀伤力 朱雨林发球 这个球应该是刘诗文很有技巧 他也知道朱雨林可能想说 会不会往他的正右方击球 结果还是摆在朱雨林的反手 当然这场比赛 刘诗文的状态蛮值得关注的是 他在前一轮稍早的一个四场战打武洋 是打了打满七局 而且毕竟武洋是一位消球手 当时那场比赛看到刘诗文是耗费了非常多的体力在那场比赛 对当然对打消球之后呢 马上紧接的打这个进攻的选手 一般的动作上是完全不同的 毕竟打消球呢 可能拉球的这个往上摩擦的力量会增加 那对攻击选手可能就不一样了 好 刘诗文 好球 非常快齁 事实上刘诗文呢 就是属于这左右来球呢 都非常有速度的一个进攻型的选手 哇 漂亮的一个台内的一个进攻的揭发球 当然朱宜林本身在来回的对抗 快速来回的当中呢 他基本上很少侧身 所以左边来球呢 对他是比较有利的 好像这个球 对 这就是朱宜林的拿手的一个武器 那以刘诗文的经验 应该会有所变化 看能不能呢 有时候打打直线 让朱宜林向右方横移 好 抢攻了 抢攻了 哇 漂亮的一个反拉 这个朱宜林呢 还是 虽然反派厉害之外呢 正手以这一次的比赛呢 感觉上也比以前来得更凶了 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走反手 走正手 朱宜林这边都有一个抵抗的能力 那相对来说 他整体的一个实力上也是很满长足的进步 对对 只要呢 今天这样的表现呢 也可以说是将来 哇 也是一个反拉 最明显的呢 这个刘诗文呢 要让他移动往正手 结果呢 朱宜林还是很凶 凶猛的 第一局 朱宜林的领先8比3 拉开到5分差 哇 可以看出齁 这个旋转呢 第一局的过程呢 流失好像对不上 一方面比较疲累 一方面可能还在整个球路上的适应 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还是朱宜林的反手位 拿到了第10分 想要在侧身转正手的拉球攻击 也没有打劲 朱宜林在第一局11比3 发的头筹 瑞典公开赛 女子胆打的决赛在第一局 牛失文仅仅从朱宜林的手上 拿下3分而已喔 今天打朱宜林 似乎没那么顺手 对 当然对第一集领先的朱宜林 你可以看出齁 他这一局的进攻呢 反手的厉害之外呢 他趁手的反拉 哇 这个第一球呢 我想 对朱宜林的发球 直接送到长球 这很少见 能发给刘失文 直接的抢拉 这一球没有带到桌台内 朱宜林也拿下第一分 好球 又是进入到朱宜林的一个反手位 对 事实上喔 你可以看朱宜林在打反手的时候 摩擦的球的质量非常高啊 哇 这个也是碰到桌面 往上往前冲喔 靠着8球直接得分 刘失文 比数追到2比2 哇 漂亮的 快速的来回球 那如果以这样的打法的话呢 刘失文呢 没有完全侧身的进攻的话呢 可能对整个局面非常不利喔 还是利用一些短球来压制朱宜林的进攻 朱宜林今年是只有19岁的年纪 那至于在柳失文的部分 则是23岁 两位选手 当然目标都是放在 接下来的礼约奥运会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尤其是桌球这个项目 真的是想要争取 参赛奥运的资格 真的就是一番苦战喔 对 队内喔 要赢球 应该是国际上 应该就是 唯一的就是拿金牌啦 拿冠军啦 这个可能参加奥运的激励才会大增的 尤其你外战的表现 也是教练团参考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哇 最后你可以看出齁 朱宜林已经退到中台齁 她反手打回来球呢 常常让刘思文好像这个球好像会往上冲啊 最后还是朱宜林用反拍拿分 朱宜林自己摇摇头 觉得这个球怎么掌握不住的感觉啊 一直要往直线喔 就是朱宜林的正手来突破 但是今天的朱宜林感觉状况非常的好 相对来说 刘思文比较疲累了 反手打得很凶 这个球确实是 完全是在朱宜林的掌控当中 我想对第二集来讲 刘思文如果照这样的战术呢 做一个击球的话就是被动 那唯一的呢 能不能做一个闪生啊 他没有闪生的话 他就没有所谓的 比较有压迫性的一个攻势 目前战时的比数上8比4 朱宜林还是有4分的领衔 反手又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反手拉球 虽然感觉上呢 刘思文想要反攻 但是很难啊 还是造成了失误 哇 快速的反手拉球 刘思文只能摇摇头 在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其实频频看到刘思文 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回酬 状态并不是太满意啊 哇 插往过来喔 朱宜林拿到了最后1分了 在第二局里头 也只能让刘思文拿到4分而已 朱宜林在这一场比赛 目前局数上2比0取得领先 出 再度来看到这一场 瑞典公开赛女单决赛 刘思文现在陷入到局数上0比2的落后 而且今天 不论是正反手的一个跟朱宇林的对峙 往往都是占了下风 对 当然 要能够抢分 我想刘思文呢 看能不能发完球 测开啦 如果这样对抗的话呢 还是没有办法 从这样的一个程度上 站得上风 对 确实是 有速度 有旋转 有力量 在乒乓球呢 这种女子 对抗当中 会常出现的 左右的相似 哇 这时候呢 第三集一开集 又是3比0的 引先 对朱宇林来讲 应该更放开的去 做好一个作战的 好 开始 刘思文呢 尽量的先做一些短球 看能不能制造一些 朱宇林的没有进攻的一个模式 哇 这时候可以看出 还是刘思文出现了 反手对反手的进攻的失误 总结的 朱宇林打过来的球 好像旋转度蛮强的 也让 哦 测开 对 这个板球应该多做 嗯 朱宇林这次终于 找到了一个自己 测身的进攻武器 对 确实的拿分数 对 这个 以 哦 刘思文呢 应该比较好的就是 他的步法非常快速啦 好 掉开 啊 可惜啊 角度先带开了 但是呢 刘思文 下一板球自己也没有踩好 战术没有问题 但是最后一板球没有注意 哦 太急哦 刘思文呢 也很明显的 尽量的呢 不跟这个朱宇林 反手位的对抗 想要马上把球带到直线 朱宇林的正守卫 好 是测开 对啦 这个球你可以看出 只要先做好 移动的进攻呢 大概朱宇林就是防守了 哦 哦 这个球 应该是刘思文有点运气 他之前应该是 已经被压制住了 还好轻轻的回击过 哎 自己都吓一跳 我在这个回球的角度上 其实处理的是比较多变 那当然没有办法让朱宇林这边 有连续更好的一个 反手位的抢攻 4比6刘思文追到2分落后 哇 还是反手 拉过来的球 只能让刘思文觉得 打不中球的位置 所谓的球拍的甜蜜点都打不中 所以这样的战况呢 对刘思文来讲非常不利 好 先以白短 好 又是反派的对抗 嗯 菜刺的失误哦 当你越急躁呢 越想要变现呢 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失误 哇 漂亮的反手哦 朱宇林你可以看出 到底呢 你要怎么去突破 朱宇林的 反手的 这种 反拉呢 确实 非常困难的 朱宇林感觉这个球 打得滴水不漏 好像找不太到空挡 哦 有一个擦边啦 擦边大概就会拿分了哦 柳宇林拿到了第五分 我这一局打得很辛苦哦 目前5比9还有4分差 哇 终于朱宇林呢 横移哦 这个球的位置呢 也让朱宇林很难 所谓的发力的棘球 因为一般来讲 这是偏右的中路 好 抢攻 领先的朱宇林呢 先上手 先占上风 第10分进账 10比6 朱宇林的4个局末点 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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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鸡噴出去了 哇他 打的切死是很凶啊 哦 再次的 反手的 这次的对抗 主力 应该碰到网子 没错 弹网之后 没有打紧 让刘诗文再度 化解掉了局末点的危机 对 当然对 朱宇林呢 反手呢 有一些失误的话呢 会让这个刘诗文 信心上 会稍微增加了啦 好 领先的朱宇林发球 是不是直接的 做一些抢攻 好 发展球 进攻 对啦 哇 结果 接下来 刘诗文那边想要反拉 没有成功 11比8 这一局 还是被 朱宇林给守了下来 在局数上 朱宇林现在 3比0 率先听牌 欢迎大家再度 回到艾雅电视 一起来关注 这一场瑞典公开赛 女单的决赛 画面上方的朱宇林 19岁的年纪 打老大姐刘诗文 现在局数上 已经取得了 3比0的听牌优势 对 当然 对落后的刘诗文 正手的进攻 这个招式 一定要多用 而且要打向 朱宇林的正手位 让他形成了对抗 那目前来讲 你可以看出 朱宇林 反手 主动的 拉球的话呢 事实上得分力 非常的高 其实场上 这两位选手 过去在国际赛场上 的交手记录 从今天比赛 其实你无法相信的是 刘诗文这边 是拿下了六胜0败的绝对领先 没想到今天 可能真的是因为 整个赛程 他打的是比较疲累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去发挥说自己 应该有的一个正手拉球的优势 好 触网要重发 很当然 其实朱宇林 在这一两年来的 整个国际赛场上的表现 以及在国家队的磨练 也让他的确是有不少的一个成长 对 好球 对啦 以这样的对战 刘诗文来讲 如果可以跟朱宇林 对抗正所对拉 还有机会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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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采用了他的快打 尤其他的正手的快拉 这就是展现他原来的一个攻击的企图心 哇 可以看出 朱宇林 确实是 在能力上 反胎的能力 已经可以押注刘诗文了 2014年的中国全国桌球锦标赛 女单的决赛 朱宇林击败了叮咛 成为了四川乒乓球的一个 最史上的第一个女单的全国冠军 那尤其其实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全国的锦标赛里头 基本上应该会是比所谓的亚奥运会更难打的比赛 对应该也是 打败了中国的所有的好手不容易 那这场球赛呢 如果朱宇林能够战胜的刘诗文 势必呢对朱宇林整个信心上的提升 还有整个将来呢 国际的大比赛呢 大概中国会重用这位年轻的朱宇林 哇 还是反手的旋转 事实上呢 那刘诗文应该是对朱宇林的切实 他的这种所谓的快速的旋转 不大适应了 好球 这球挤到了比较近身的位置 对 刘诗文 陷入到苦寨 目前4比6两分的落后 哦 这个球 出一点 很可惜 直接的触网 好球 哎呀 对啦 那刘诗文这样抢攻是没有问题 自己也觉得 懊恼 但是要侧身这一板 是能够比朱宇林的这种步伐快了一些 那领先的朱宇林 能不能继续的发挥他反手的主动进攻 好反拍 进攻 哇 现在确实旋转度很强哦 还是 维持着他的质量跟他的稳定度 对 这个应该对刘诗文来讲 队内应该也没有很少跟翠林练习吧 总结的这个球赛感觉呢 好像对旋转的控制不是很熟悉 这个从台网之后出现 刘诗文拿下第六分 哇 可以直接的齁 这个一挡你可以发现齁 好像球就出界齁 好 好 刘诗文先发力了 先发力齁 先带开角度 也必须要放手一搏了 对 对 那领先的朱宇林 两次的发球前 在这种状况齁 朱宇林就是要敢打 敢进攻 不要太保守 对 还是反手对抗 赢了 哇 这时候呢 他告诉朱宇林说 那球好像有损坏了齁 但是这个球打完呢 分数要照算 直接说那刘诗文你看吧 哪边有问题 哈哈 当然 他还是要跟裁判说 我这个球是不是可以换一颗了齁 没错现在要换一颗星球 那不过在换星球的这个时刻 朱宇林10比7是已经出现了三个冠军点了 好 互相再练一下球 好 比赛 马上又回到10比7的开始 好 发球 哇 哇 直接爬过去 最后这板球 朱宇林靠着幸运女神的眷顾 那么这场比赛 哇 结果是直落四 击败了老大姐刘诗文 也成为了2014年瑞典公开赛 女子单打冠军 稍微消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比赛的现场